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最近几天天气都很热,对不对 真的不想在厨房煮饭 所以说今天晚上呢,我们打算出去吃 刚才就跟我老公和我女儿 我们三个人讨论一下,想说去吃牛排吧 那因为之前不是给大家拍过 都是拍我们这个南桃园 是叫南桃园吗 就龙岗地区我们家的那个后厨房 就是我们最爱去的那个是叫贵族市家 这个平价的牛排馆 我觉得他们家的沙拉爸我们很喜欢 然后那一家是我们家最常去的 那就是我之前我也说过 说我们家以前也去过 另外我们桃园也有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牛排馆 它叫我家牛排 可是离我们家有点距离 我就是去过几次而已 就发现说有点远,我们就不去了 那今天就享受后换口味吧 很久真的没去我家牛排了 那我带大家今天去吃我家牛排 沙拉爸也非常的丰富 好,跟我们一起出发 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哦 我们到了 我们来都已经8点钟了 哦,好可爱哦,这口罩 他们家水果种类也很多 沙拉爸在这边 我们很久没来我家牛排了 这样 看你要吃什么 你要吗 好,我要一个 谢谢 然后还有什么 妈妈走一圈 我记得他们家有卤的那个什么蹄膀 哦,对 这里 这是卤蹄膀 哦,这个麻辣这个我也觉得爱吃 这应该是药炖排骨吧 有鸡脚宝贝,你要吗 我女儿爱吃鸡脚 然后这还有很多就是 这种平价吃吃到饱的这种 什么丸子啊,什么这些 哦,还有虾子 那边还有萝卜糕 这有烤面包 冰 然后这边就是酱料区了 黑胡椒、蘑菇都是一样的 这边有汤 这个是供丸汤 这个是玉米浓汤 他们家蛋糕很多种 哦,这个是那个什么 红豆牛奶 这个 这个冰 红豆牛奶的那个什么霜气凌 自己可以打 可乐 冰沙 菇梅汁 茶品 咖啡 奶茶这一些 这是水果 哦,他们家水果真的很丰富 是吧,很多种 哦,我看到这个有谱 这是鸭长还是鹅长呢 反正不是鸡脚 这是我们的第一轮 然后我就一样拿了一点点尝一下 哦,这个药炖刚才我装的时候老公很香那个药炖的味道 那蹄膀我拿了很多 很久没来了,你知道吗宝贝 它这个蹄膀的话我拿的都是骨头的部分 就是骨头比较大的部分 然后很入味卤的 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一个 我刚才吃了一半给了我女儿一半 它这一个的话是我以为是鸡肉 我没想到它是鸡蛋 你看 哦,这个很好吃 这个我等一下还会再加一块 因为我老公点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雪花牛排 7分手 然后没要那个面 哎,它没有蛋泡现在 以前有蛋泡它加,我们也忘了 它这个10盎司比那个我家 啊不是那个什么 贵族市家那个要 小很多,那个十几,那十四还是六 14 14啊 比较厚 哦对,这个比较厚 说实话它加这个排餐啊 牛排的排餐的话 可能是因为我们吃习惯了贵族市家的 所以说这个口味的话 我觉得没有贵族市家那一边 我们吃的更习惯更好吃一些 好,西瓜我想要一块 好,那哈密瓜 我刚才看好多,有个人夹了很多这个 我打算尝一颗 说着说着我就夹了一份小沙拉吃了 我要 我要那个 黑的 黑的 对 好难吗那位置 我们两个一起吃可以吗 好 然后再给这个 消糖薄的 这或者有点清手家 为什么呢 给你的荣药 给我的荣药 对 你是怕放不下了吧 对 这个好像叫十莲花是吗 第一次吃,味道还不错 就是它里面很多汁水,然后酸酸甜甜的,你要不要尝 你尝一尝 你尝一尝啊 有蜂蜜 好吃吗 很酸吗 我老公在打仗 他不敢吃酸的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也好吃,宝贝你要不要尝这个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吃,哇,爱上太好吃了 最熟果跟女儿的水果盘 下面还有一块梨子 哦,这颜色漂亮宝贝 拿过来吃啊 我们两个的 宝贝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 笑脸吗 笑脸吗 生活就是要多一点笑脸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宝贝 宝贝 你刚才给你爸在干嘛 曾经是 吃播 曾经是吃播呀 哈哈哈哈 哎呀 老公你打这个太好了 你咋来打工干过这个呀 打工卖过冰淇淋 全家便利商店打包包 发下 人家便利商店那么复杂 你当你会啊 老公你背我这小包挺好看 喜欢吗 我送给你 老公我越看你现在越好看 不客气 这个外面晚餐不好吃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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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好吃吗 宝贝你来 我采访你一下 你这个吃后感怎么样 很酸 很苦 很苦哦 就这样 只有这样吗 就没有什么评价 那你下回还拿不 没有 没事不要乱拿 没事不要再拿 没事不要乱拿 没事不要乱拿 吃过就不要乱死 我们已经吃完饭回来了 大家总结一下吧 就是我们这次去的我家牛排的话 我们去的是南坎店 它的萨拉巴很丰富 就跟我之前去的时候差不多 就是都很多东西 但是牛排的味道说实话 我们这次点的也算是他们家的一个 大的牛排了 因为上次我在那个什么 贵族市家也点的时候一个大的牛排 叫巨牛排嘛 反正这次点的也算是一个大的 它的厚度的话是比我家 贵族市家稍微要厚一些的 可是从口味上来看的话 我们家更习惯说可能吃习惯了吧 贵族市家的味道 贵族市家那个牛排的话 会更有牛肉的一些的味道吧 但是萨拉巴的就是 两家对比来看的话 我家牛排的话 是萨拉巴的水果区 以及蛋糕区 会比贵族市家会更丰富一些 给大家参考 如果说你要问我 我实话说 你要问我说 下次我还会去哪一家的话 下一次的话 我还会选择离我家 更近一些的贵族市家去吃就好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餐厅的话呢 请大家推荐给我 改天搞不好我就吃到你家楼下了 我下一次的话呢 会去这个吃板桥 是叫板桥吗 还是树林的一家这个牛排馆 就是我也是看那个网上有人在po的 有人推荐的 好了那我们就下次再一起去吃 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拜拜咯